美国全国商会18号发表声明称 该会大力支持同中方加强经贸关系 这是互联安全且有保障的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 且长期向好 改革开放红利不断释放 发展前景十分光明 美国企业长期以来 从中国市场收获巨大利益 美国工商界选择加强对华经贸合作 就是选择机遇 选择未来 是正确而明智的决定 双方存在一些分歧矛盾 是正常的 中美应当也完全可以 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妥善予以处理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世界人民 根本福祉出发 共同发展 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关系